當時香港公安路至民族路73層的路口 因為過去路面看到不濟 讓大地行來的民眾出力是相當的不便 維持在地基民和附近的地主結合 便扯媒合、民間企業 將這個路口旁邊總共30倍的土地買下來 關注當時香港所進行路面固定 將原本看到只有四公囑的民族路73層 討論到八公囑以上 改善民眾通行的安裝以及白領性 當時香港民族路73層和公安路的路口 過去因為道路、看土修業 自身基民出力不便 在地基民讓臨時協調附近的地主 和先行的民間企業 並由民間企業將這個將近30倍的土地買下來 驚呼當時香港所進行道路透寬的工程 公司不自從 原本看土到四公囑的民族路73層 透寬製備工程衣裳 還有建設水給我加強白水 地方的基民都非常感謝這款的省心 現在有這個紀元 這條路可以打開非常好 交通出力很方便 可以說這個黨署頂 可以來管理我們香港所 這條路打開好 我可以帶他出力很方便 我本身在這裡討當時國中 剛才有這個機會來做這個事情 剛才在開港中間 有在想說這個原地 就是有這個價位道路的一部分 但是是蘇林的名義 就是說 想說這個事情 公司 經過公司開會來討論 有動議說要來說 不然我們來買起來來管 我們公司 用這個道路來做給他圓圓 所以說 在這個 開會動議之後 也有 跟我們的鄉長來協調過 希望他可以來盜竊生 當時鄉長中建福表示 非常感謝土地 跟富英前林、鄉鳳林 以及申心企業 作為協助 解決道路的問題 也讓地方的基民 出力更方便 因為這條路延期 就是有差不多三、四十年 在這裡 要出力非常不方便 在安全性 也非常擔憂 剛才有這個基因 我們富龍的董事長 跟他的高東圓域 買這條土地 百三萬來管制 讓我們鄉長中公司 以及感謝我們鄉鳳林 我們在地的主題 來完成這條工具 我聽說 這是公督這條 可以協助到公司 來進行這條工具 非常感謝 希望結合民間和公司的力量 可以為地方的基民 帶來更加安全速食的道路 也檢查交通事故的發聲 記者聊順到柴鳳報道